大家還記得大神這個遊戲嗎 日本神話中的太陽神天照大神 在故事中化身為狼 不只在大神之中擔任主角 這位神明也在龍族拼圖 怪物彈珠等作品裡登場 想必大家都聽過這位神明的大名 身為日本神道教主神的他 日系作品常有他的大名 連火影忍者中也有名為天照的銅樹 他在遊戲中形象是什麼 在神話之中又是什麼樣子的呢 天照這名字常常被使用 全名為天照大獄神 由於後半的Ookami跟狼的日文一樣 所以在大神之中才會化身為狼 雖然看起來是隻狗 在大神之中天照有了三種裝備 鏡 劍 跟鉤玉 這三個裝備的最後分別會是 八指鏡 天叢雲劍 八尺窮鉤玉 這是在日本神話中有名的三神祭 相傳是天照大神傳給日本皇室 傳聞這三件神祭還在日本被供奉著 傳說中伊賢納奇從皇權之國逃跑出來之後 清洗身體時生出了一堆神明 而最後出現的三位 就是在動漫之中常出現的天照大神 岳獨 須左之南這三位神明 在怪物彈珠中天照大神進化之後分別是 岩天神天照 岩光神天照大神 而天照大神則是掌管太陽的神明 所以才會用岩天 岩光等代表太陽意思的單字 所以火影忍者中銅樹天照 才會是火盾樹的極致之樹 黑色的火焰 而在龍族拼圖中天照有著數種進化 象徵太陽的火光 驗天舞神天照大神 圖面上則是日本繼承跳舞的神樂福 這是出自於天照大神小故事中 最有名的天之岩戶這段 須左之南在眾神所居住的天高原大鬧一番 我們的天照大神就把自己 關在天之岩戶這個山洞裡面自閉 天照大神是掌管太陽的神明 於是達地失去了光芒 萬物陷入了恐慌 眾神只能想辦法請天照出關 最後是在洞口開宴會 才把天照大神引出洞外 在日本的古書中有紀錄 須左之南叫天照姐姐這件事 所以普遍認為天照大神是女性 龍族拼圖跟怪物彈珠中 天照大神的技能都是回復 對日本人來說 太陽掌管的是生命的成長 在神魔之塔中日向高天天照的圖面 就集合了神樂福跟太陽 還有胸前的八指鏡等要素 只能說神話中的天照大神 形象太過鮮明 所以大家都設計得差不多吧 大家下次還想看到什麼人物呢 電玩人物誌我們下次見 ть掌 封都 除替 老大 好